首先将配置好的墨水溶液和盐水混合 搅匀后插入铁钉 以6伏直流电为污水进行2分钟电解 可见于腹脊上不断有气泡冒出 此为电解产生的氢气 而释出的铁离子则吸附周围的污染物形成固体 两分钟后关掉电源 拔出铁钉 将电凝后的污水放置15分钟 15分钟后 有大量沉淀物出现在瓶底 而液体颜色则变强 下一步将液体过滤 瓶中的固体残渣会被分离 而我们取得较为清澈的绿叶 可见瓶中的绿叶非常清澈 接近透明 过滤完成后 将一部分绿叶加入测试瓶中 连同事先准备好的实验对照组 即未经处理的污水 随后用Pasco笔设计 读取两个样本的透光率 数据显示经电凝处理的样本 透光率比未经处理的高了许多 随后我们用Pasco PHG 两朵污水在电凝处理后 PH值的变化 这个实验成功展示电凝将污水净化的过程 以下的实验里会测试利用电凝产生的清晰 而发电的可能性 实验中我们用了颜料电池 它用氧气和清晰产生电力 首先我们为电凝装置提供电力 并用排水法把电凝产生出来的清晰储存 然后我们把一个密封的杯子倒转 并放在水里来储存空气 为燃料电池提供空气和清晰后 设计电路 连接颜料电池 玩具车和Pasco电压电流感应器 启动玩具车开关并记录一分钟的电流和电压变化 我们会重复实验 那是使用不同的气体来进行不同的组合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加一亚的气体进行以上的实验 首先把电凝产生出来的清晰注入玻璃注射器至40毫升 同时也为另外一个注射器注入40毫升的空气 然后把管子连接到燃料电池 并开启玩具车开关 记录一分钟的电流和电压变化 我们会用纯氧气取代空气来重复实验 最后我们会使用持续供应和流动的气体进行实验 首先把电凝产生出来的清晰 直接注入燃料电池 并把出口处的塞子拔去 接着把水环真空管连接水喉 并把抽气处的管子插进燃料电池的氧气出口处 开启水源并真空管运作 开启环具车开关并记录一分钟的电流和电压变化